好 好 歡迎收看李王大人 大家好 陳哥 好啦 是 我生氣 是 氣... 陳哥 你不問我 怎麼了 我要怎麼接話 啊 天啊 那... 事情是這樣子的 就上禮拜 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一台掃地機器人 在打折扣 原價一萬五 現在只要一萬就可以買到了 真的啊 當天十點門市現場開搶 限量兩百台 我前一天半夜三點 特地戴著黑框眼鏡 戴著黑色的帽子 半夜三點 穿著很邋遢的運動服 喬裝 然後戴著板凳去排隊 我很怕被路人認出來 我怕我隔天會上新聞 我這個女明星啊 你想太多了 你這張接地氣的臉 你下午三點去排隊都不會認出來 沒有人認得出來 你別鬧了 你傷害不了我的 最後的一台可以省五千塊錢掃地機器人 能冒著天寒地洞的 五夜三天半夜的去排隊 所以搶到了嗎 那當然 唉唷 搶到了 最後兩台 兩台 到我這裡剛好完售 我萬萬沒想到 以為大家會對我投影羨慕的眼光 沒想到居然有網友跟我說 唉唷 這個我次年八千八就買到了 還有人說不到八千就要買到 你說我欺負 你知道便宜這兩個字 害了太死多少人你知道嗎 有多少人因為這個手癢 就跟著搶 而且搶的是斑斑血淚啊 到底有多蝦多荒唐 請這些蝦妹蝦递出來 來 歡迎他們 第一位 陳瑋瑋 有夠蝦 蝦某 歡迎米亞綸 歡迎香蕉 好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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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羅曉雷 歡迎四位蝦弟蝦妹 蝦弟蝦妹 蝦弟蝦妹 怎麼這樣 來 第一環節 為了搶便宜 我什麼蝦事都願意做 就是 到處借身分證 對 這件事情必須 到處借身分證 就是我們在劇組裡頭 我就看到兩個 保養得很不錯的男人 一個女人 他們就在一直噴那個噴霧 然後那個是化妝也可以噴的 因為我們都啊 沒想到我們記錄這麼快就要進來 不是 不是 欸 才一個人 不是 不敢馬上介紹 給大家分享嗎 你們要來分享嗎 沒有欸 好奇妙喔 好想看到 沒有 但是就是 就是我就是看他們就一直 然後一天要噴掉一罐喔 一天要噴掉一罐 哇 這是一個粉紅色的東西 還是灰色的 類似 對 然後他進來的時候 很貴 一瓶要899 對 對 8900 899一天噴掉 對啊 那手頭能不緊嗎 是不是 哇 是不是 家鏡頭 對啊 然後我就是想盡辦法 要去問 反正他就是要這麼貴 認識的也是要這麼貴 就要廠商問也是這麼貴 好 那我就 後來他出現了一件事情 他促銷 他促銷的方式是 就是每個人的身分證字號 只能限用一次 然後 一瓶變99 你只能買5瓶 你只能買5瓶 可怕了吧 這太可疑了 對 沒有是真的 他不是詐騙集團 你相信我 他不是 但是他就是一個身分證號碼 只能用一次 我就一個人 我就有一個身分證字號碼 所以我就拜託了我媽 當然我媽為了我漂亮 他當然願意嘛 對不對 然後我弟弟當然也願意 但我姐可能不是很願意 因為他自己也想買 然後我就拜託我媽說 媽 我說差這麼多 他說丟欸 然後就借我 然後那時候我服裝店還有開 然後我就 從我兩個員工下省 因為 一個身分證 我平就省吧 也夠了吧 你這樣這樣子 已經40瓶了吧 899瓶99瓶 就是899瓶99瓶 就想說他這成本有多低 太誇張了 不要想那麼多 因為對女生而言 他只要有效漂亮 你管他 太誇張了吧 對 而且真的你就是看到他們 噴得很好 而且男藝人親口告訴我說 他覺得他卸完妝以後 皮膚很亮 很保濕 很痠 是不是你就會 這個要買 這個要買 這一定要買嗎對不對 899瓶壞 這變... 89變99 但是你不要懷疑 他就一個身分證 你只能做一次嘛 對不對 你也不可能再做第二次嘛 對不起 稍微明調一下 899變99 只要你提供一組 899變99 對 你會買的舉手 我會買耶 我真的會買 我覺得身分證他不會還花來的 他是有品牌的 他不是亂七八糟 有品牌我買啊 你會嗎 不是 而且他總店你也可以去啊 你是詐騙幾乎 如果899變成499 我會買 這有變99耶 然後再繼續來 然後我就找我員工下手 就是兩個妹妹 我就說 欸我現在很喜歡這個 我就坦白說 你們在這裡 你們也每天也不化妝 應該也不會用這個吧 身分證號碼借我 現在都不會怎麼樣吧 當然可能是因為 在我的底下上班 的確 然後而且我還很不要臉 我叫他幫我用 因為我不會用電腦 我根本連開機都有困難 所以我就叫他幫我用 我說欸我這組給你 我媽的身分證號碼給你 然後我說 還有你們兩個也幫我 然後我就 然後那兩個是高雄人 我就跟他說 坦白說 我相信你爸你媽在高雄 天氣這麼熱 一百陌生人 不會隨便提供身分證的 對啊 你是要批貨 買那麼多幹嘛 囤貨啊 一天一瓶耶 一天一瓶耶 我手頭也是會需要 你看你899 你就算900好了 30千你要多少錢 好 你最後 你最後掉了幾張身分證 去借了幾個 蛤 10張 對 一個可以買5瓶 買然後我跟他說 我變漂亮 我會好好演戲 我會怎樣怎樣 然後因為他們南部的人 就是喔他在拍戲 喔他喔 感覺把身分證號 把借給我這件很榮幸的事 光榮的事情 對 而且就是你爸媽 你這個買的這個份量 都可以拿去救火 不是 因為我可能覺得喔 欸鋼狼比較熱情 都不會懷疑 對 不會想那麼多 因為他們有看戲 所以他們知道是我要用 所以他不會覺得我是詐騙集團 很像詐騙集團會做的事 怎麼會 我一直在去借錢 一張有4千 對啊 一張票給你便宜4千 十張便宜4萬 對啊 你是不是很棒 很棒 很難說很棒耶 我覺得還不賴啊 我實在很難稱讚你 因為我們到底買那麼多幹嘛 你有一天一瓶耶 紫衣會便宜 可是事實上你也沒噴啊 我有噴啊 你噴多久 會噴一個月對不對 差不多啊 因為他省了不少錢啊 因為台北噴完 他就出現了更好的 他又升級版 真的一天噴一瓶 真的 真的一天噴一瓶 因為有時候 他沒有防腐劑 所以你要趕快噴完 那你們有過期嗎 沒有過期 我有把它噴完 你一定超瞎的 我覺得還好啦 但還是可以告訴你們 拜託給我截腳 對 我覺得喔 我自從當了媽媽之後 就是其實在當媽媽錢 我對於金錢的觀念不太有 所以其實我也 不太會去特別省錢 然後什麼想花什麼 其實就直接買就花這樣 那自從有了小孩之後 我先生一直給我一個觀念 就是我們要常常精打細算 就是為了把錢 就是要省給孩子 應該的 所以我就開始呢 會各種的省錢 然後跟覺得有什麼好康的 可以去拿一點 拿一點就會覺得很爽 很開心 我就會覺得我今天 是一個好媽媽 是一個好太太 做了一件好事 小確信一堆 我最近的小確信 我現在講我最近的小確信 是我很喜歡 在傍晚的時候去超市 因為他們就會出現一些那個 客家 對 傍晚的時候 突然會有八折 對 然後我就會覺得 哇 傍晚的時候買這個八折肉 好開心喔買那個 然後到吃不完 沒有沒有啊 我都會盡量的就是分批 看怎麼去料理這樣 然後青菜也會 到傍晚的時候 會有買一送一 我上禮拜很棒棒 上禮拜還發現 有那個雞蛋 雞蛋原本一盒 要八十幾塊的 結果我就在那邊 我就有八十幾塊 七十幾塊 六十幾塊 我通常都買最便宜的 六十幾了 結果我發現上禮拜 竟然有一盒只要四十塊的 我就一次掃了三盒 那就講到這個結角 結角的這個故事呢就是 我就開始覺得說 我這樣精打細算的行為 其實是很好的 然後有一天 而且小朋友現在 奶粉啊 尿布 然後什麼 有的沒的錢 其實就是都花得很快這樣 然後有一天我就發現 尿布 它的這個邊邊有一個角角 就是一直有一些小字在上面 這樣就會一看 原來如果剪了那個 尿布的結角 然後累積了六個的話 可以換一袋的濕紙巾 然後 對 然後如果你把這個尿布 那個結角再集到十個的話 可以換一個玩具的收納櫃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欸 好有趣喔 就可以開始來收集了 因為其實每次那個尿布 對 最近我最近的興趣就是這個 因為我一包尿布七百多塊 也是買好的 然後每次其實一個月 那時候很勤勞 很勤勞的去換他尿布的時候 可能一個月要花到三千左右 這樣子 那我就想說 欸 那就真的是 可以來收集這個結角的東西 那一次我就定一箱嘛 我今天是收集了自己的 我就真的換了獅子巾 獅子巾 獅子巾這樣一繞 要六百多塊 所以我就省了獅子巾的錢囉 後來我就發現 欸 這樣省下去 就因為尿布還是數量會有限 我就開始去朋友家串門子這樣 然後去朋友家看的時候 我最近的習慣都是 最近剛好我們身邊很多 就是都是同年齡的 都當媽的這樣子 就會去大家的家裡面 我就會很習慣的 一到人家的家裡面 就會飄到他的尿布區去 然後這樣子看一下這樣 看一下他們的那個尿布的結角 有沒有解 然後我上禮拜就是 我就又飄去我朋友家這樣 然後就在朋友家呢 我就飄到他的那個尿布區 在那邊這樣看 然後就發現 欸 好像有一袋那個尿布的 已經用過的那個袋子這樣 已經塞到垃圾桶這樣 我就 拿出來 拿出來 我說 結角沒有剪欸 我說請問一下 這個結角你有需要嗎 我朋友說你要幹嘛 你有這麼誇張 需要省這個結角這樣子 要去換什麼禮物嗎 我說不是不是 就真的可以換那個獅子巾 我很需要 那如果你不要的話 可以給我嗎 然後我說好啊 那這一個就給你這樣 但我就發現 人家他們也是訂一箱的 我就去把他每一個剪掉 喔 你的贈數乘以二欸 那個一個臉子 我就把他每一個剪掉 又再回去換 換那個獅子巾 我還有換 我已經換到那個 連玩具架都有了 那時候我最近很驕傲 很驕傲的 鞋角大師 鞋角瘋 有辦法 這個不能說是蝦屎 其實還滿感人的 對啊 這滿感人的 可是有時候就要厚臉皮一點 是真的 這比貪圖要省四萬塊 那個人吼就好一點 對 這我滿佩服的 我覺得我也是OK 巴結遠親 都不聯絡的那種 不能說都不聯絡 那因為他們是年輕人 那以前他們有加一下臉書 可是那時候臉書他們加的時候很小 所以他們幾乎都不看 但我後來就隱約知道說 他在一個很棒的化妝品品牌做事 國際專櫃這種 對 然後他們會有Family Cell 那Family Cell 就是從香水護膚 然後保養到很貴的面膜 都會有個骨折加 可是那種通常要一些什麼會員會 然後寄給你這個資訊 然後你還要來排那種兩三個小時的隊 才可以進去 因為一次只能開放 譬如說40個人在裡面 然後再換 對 那很恐怖啊 然後我就聽說 他在那個集團工作 然後我就開始找他的IG 因為年輕人都會用IG 那IG的年輕人最喜歡幹嘛呢 他們喜歡發線動 對 然後線動呢 你就跟這個人 只要想要跟他有良好的關係互動 就是 然後按愛心 每個都按愛心 到哈哈 到回一些話 因為啊 年輕人都奇怪 你給他點愛心 或你給他點笑臉 他就會點愛心還你 對 你知道OK我看到了 對 就很有禮貌年輕人 我就確定他是很有禮貌年輕人 然後他就開始譬如說 他要罵他老闆 然後我就會一起就默默的跟他說 蛤怎麼會這樣 然後他就覺得 對我 我就跟他抱抱 然後他就跟我抱抱喔 同溫層來了 然後呢 譬如說他發一個今天 因為他們那時候 而且前幾天他們到進場的時候 你知道是那種成千上萬的箱子這樣 他就說今天要累死了 我就說哇你好辛苦喔 可是你在家公司很棒 就是你要一直跟他用他的限動互動 譬如他們家的貓怎樣怎樣 他的狗怎樣怎樣 他罵他媽媽媽媽爸爸 你就要一起跟他罵 這樣 他知道你是他的遠心喔 他知道啊 我是表姐的 對啊 我是表姐的 對我是表姐 然後他就默默的 那陣子就跟我越來越爽 因為我年輕人真的很愛發限動 他就覺得他跟你已經很好了 因為他講什麼我都懂 他發限動我都回 最佳粉絲欸 因為我知道後來年輕人他們很喜歡 發限動的時候 要有人跟他有回應 存在感嘛 對然後終於終於 就就到特賣會的那幾天了 然後他就這樣 就一早 他就很早很早他們就要進去 就要check之後 就重新鋪貨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 哇你們這個特賣會在哪呀 我就故意講嘛 然後他就說在哪在哪 我就說 欸我明天早上會在那附近欸 我幫你送早餐好了 我就跟你講 那附近有個超好吃的豆漿 好聰明喔 這麼不經歷喔 好聰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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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來我就默默給他 送了兩天的早餐 第一天還不能送 因為第一天還沒開始 他們直接去鋪貨 對 第二天認真送進去的時候 因為第一天是check之後 我可以進去 就進去瞄眼 然後第二天就說 我說我可以順便在這邊挑一點嗎 然後他說 他吃了我的油條 當然可以啊 喔 喔 我覺得大家還沒有進場前可以狂掃 大概可以省個一兩萬塊 欸你在線鋪很長欸 對啊 從在IG互動的時候就開始 我鋪超久的 真的很久欸 因為那個集團很大 它叫牌子很多 放長線神大學 什麼牌子啊 喔 十幾個牌子耶 十幾個牌子耶 是連合嗎 連合的啊 哇那一定有去的啊 彩妝保養品什麼的 對有一些他會特別講說是可能集齊 他們集齊大概是 他們是半年就叫集齊喔 對 然後我都還有時間看 誰集齊 誰不集齊 那省不只一兩萬了 那個省的 那省很多 那省很多 三五萬都有 所以我就很希望他繼續在這個集團 可是他如果買完之後 就跟遠青梅聯絡 直接封鎖人家耶 他說他還是有啊 沒有優雅 那真的 那這個表姐太瞎了 真的假的 太美了 這表姐太表了 你以為我真的想回你啊 我繼續還是按愛心 當然這種是 要鋪長 對 要鋪長的長遠的路 你這個厲害 這個我可能沒這個耐心 真的嗎 佩服 我也沒這個耐心 我覺得我瞎是瞎在 殺價狂人嘛 我以前都不敢殺價 變身殺價狂人 你不像這種人耶 我原本不是啊 你跟妳說吧 不是 就他整個人 狀態不像 整個人給人的形象就是 你跟他講多少錢 他就好 對 因為你們在這裡很辛苦 我不會跟你殺的那種 你知道我家裡有四台妹妹 然後我iPhone都換新的 因為我也很常PO 限動跟簡短影片 我手機一定要用最快的 然後才不會Lag 一秒弄六十格 我就都挑最好的 我都去買 你知道最新的iPhone15 Pro Max 都是原價 我想說那個都不能殺價 衣服也是 只要有牌子的 我都不敢殺 我後來才知道 其實最簡單 頭腦洞一下 其實有那種 你知道公司抱筒邊 其實就會有5%折扣 可以比稅的 買這種用品 手機 電腦都用 衣服有些也是用 不然的話就是 家裡有學生 用學生證去買 對 那個有的是9折 用過人家學生證買MacBook 對 有的是送東西 還有一個更扯的 其實很多通路 都直接92折 那個我都沒發現 我最多就是用信用卡分析而已 我後來 我到各個店 只要是有店家 我都不敢殺 你知道像是襯衫啊 一件780 我問說 這可以算我便宜一點嗎 700 我想說去尾書應該OK 他說不行 我就停住了 就據點了 我以前是不敢跟女生聊天 後來慢慢趕 現在是殺價被據點 我後來就不敢殺了 我連到國外 你知道一件那個牛仔的襯衫啊 一千三百塊 我想說大刀一點 能不能算我一千 one 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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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說 what no 我就停住了 我太太看我 不太會殺 我就算了 後來我想說不行 他們應該都有利潤啊 因為 台灣人不是很愛殺價的 很多人都成功才會這樣子 廣為流傳啊 我後來就是因為 一直被拒絕 一直被拒絕 我到國外我才發現 人家的殺價是 他開是這個價錢 對 你喊這個價錢 對 把你趕出去齁 就有機會 女神賣命搶便宜 白費苦心吃大虧 從你從外面排到進去 找到那個攤位 坐下來 大概兩三個小時 對 日本團 然後一團 大概可以便宜到一萬多 超便宜 就到我的時候 那個 我後來就是因為 一直被拒絕 一直被拒絕 我到國外我才發現 人家的殺價是 他開是這個價錢 對 你喊這個價錢 對 他沒把你趕出去齁 就有機會 這兩個國家嗎 你去哪裡 我去泰國 泰國 我在大陸有過一次 然後我講 我去大陸 然後就是50塊 我就聽很多長輩說 大陸就是要殺 50塊的一件衣服 他說50 我說 5塊 就是這麼骨折 然後有人就說 你出去 出去可能 你出去 我還看 但是如果他說 沒得談 還有空間 然後他說 你出去 這也差太多了吧 我就是 我是老闆 就不會叫你出去 太沒禮貌了 你去死 去死但不去死 還在裡面 還在凹啊 出去是最直接 被趕出去就可以 有希望 對 我那個時候有 idea 我們是到那個 泰國的一個華心 那邊是他們 皇家貴族會去玩的地方 對 照理來說 那裡夜市應該不好殺降 對 到那裡喔 我太太有看到一件 適合穿的粉紅色的衣服 他這一件 那個人就說 100 就1000出頭 我說 我不想要他買 我想要省錢嘛 太太說一定要買 太太原本想說900塊 可不可以 我說瘋喔 先不要講 不行 我們就出去 原本我是不買的 結果我說200 你知道那個人說什麼嗎 他說750 沒有他說750 他自己直接砍了七五折耶 我說 那這可以喔 他還可以再砍 我太太就說 那不然就700 我說瘋喔 250 我說250 然後他就這樣 抓個頭 有人進來囉 他也沒拒絕我 他就又去忙別的客人了 他覺得別的客人 可能比較有價值 先去忙了 我就讓他一直等 我說那個 300 OK 然後他說NO 也就NO 都沒有叫我滾 就一直忙 那350可以嗎 他就降了 700 650 600 一直降 我覺得很煩 因為我在泰國 有十分之一的時間 我就很阿呆 我就跟我太太說 出去吃東西啦 去吃沙爹吃什麼的 我太太也很悶的就出去了 我說 這種時候齁 如果老闆娘娘有追出來 有叫住你 對 我們就厲害了 我走了已經快100公尺了 這麼遠 沒有追上來 沒有追上來 沒有 熟面桶衝過來了 他就是跑100公尺 衝過來 Hello Come on 救我過去 我太太也傻眼了 我也傻眼了 我就說 都走那麼遠了 超遠耶 那有兩個夜市 華心有兩個夜市 我走到另外一個夜市去了 我就跟我太太說 你看吧 我這樣就是會成功 我就拿出來 我就說450 只有450 不然就不行了 這件也沒有人喜歡 我表態阿 我說 No beauty 我這樣講 No beauty 從我手拿走了 我就OK了 殺成功了 我原本想說會不會前輩騙走 我有拍線動我就這樣拍著 那他也OK阿 就代表他就丟在袋子裡面 就給我老婆 1千變450耶 這樣很有成就感嗎 真的好開心喔 很有成就感阿 從此以後再也回不去了 來來就這件阿 還帶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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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看 要看人穿的 要試試看嗎 好漂亮 上身效果真的好美喔 對 我覺得物操所值 我覺得OK 不錯 我穿也可以 這高度 我不是省到太太的錢 最後還是我出阿 所以我出全力殺 可是是一種爽感阿 對 真的 殺價狂人 我覺得爆 殺價很重要 因為像我之前 我這時候就是我們家老家的那個 廚房重新翻修 然後也有找那個設計師跟 出廚具的來一起幫我們規劃 然後後來因為我爸主要是他想裝個洗碗機 以後就想說你比較方便一點 然後他就想說用鎖定的比較 就還是OK的品牌 OK的型號 我就看到官網上面 好像要四萬五千五 那設計師就給你比較便宜的價錢嘛 一定的嘛 我記得他跟我報個三萬八千之類的 我想說已經便宜囉 因為他們就是有設計師價 可是後來 但是你知道現在的家電 網路太透明了 對 就很sorry 然後我還去那種大型的電器行去問 問他更便宜 就是跟設計師差不多 但是還是便宜一點點 可能然後後來我還去網路上看那個 專門賣家電 只有賣網路家電的地方 他的價錢又更好 對 然後我就想說天哪 為什麼他可以到三萬六 然後我就順便去問我其他的設計師朋友 他說 這種他們可能是大型批 跟原廠可能一次批個四五十台 對 他可以一直把價錢壓低 可是你的設計師 他直接只是跟廠商直接叫一台 三萬八已經很便宜了 可是我說 可是網路上就看到三萬六啊 他說 那你想怎樣 我說 我想再去問問看 然後再去問他說 那個我在網路上看到三萬五 哇 喔 你自己增加 你自己增加 好狠喔 我想講看嘛 對嘛 有講有機會啊 最後三萬四千八 對 他想賺你這一單 他其實可以用其他的工 譬如說鋪定板啊 電燈泡啊 或是 對 那你都知道了 你剛好不就買網路的就好 可是因為他們 就會直接幫你抓一起 然後他也 我覺得他還是 他還是在這邊 我的朋友是說 他還是沒有賺你 可是他真的是被你 熬到 這樣會不會失去一個朋友 不會啦 因為其他的東西 像那種地板 不是你 地板啊 他一定要去他的地方賺回來 對啊 因為都要給人家賺 可是他可以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實在是 價錢太透明了 對不起 那你當然要少 都被你查到了 再想少一點 他真的可以再少一點 這個年代要貨比私家 真的 真的耶 我跟妳講 這個界線要拿捏得很精準耶 而且有時候就是 很像的感情 對 現在殺價這件事情 其實每個人都會 都喜歡 然後你只要殺到一個程度 那種成就感不得了 你會覺得你活得很有價值 沒錯 你就是殺價磨人 任何人都有殺價的習慣 我們剛剛那個搶便宜 大家對於這個態度 我們只有對於巧人 稍微有點缺憶啦 有一點缺憶啦 有一點缺憶 那個有點... 你覺得他說 那個五塊錢的 叫他出去那個... 那個才誇張吧 所以他那個沒成啊 他的沒成功啊 沒成啊 因為那是畫面 沒錯啊 他後來有追出來 他說 也是一樣 我走一段了 追出來 姑娘 30 我說 我說五塊 這還是要五塊 這還是要五塊 你真的... 你真的很欠揍對不對 好啦第二個環節 便宜搶過頭 得不償失 好後悔 唉... 你深呼吸 因為那次是真的有賠錢 那時候 好 主要是有一次旅展 然後呢 就是有一群朋友群 他們就會... 因為你知道那時候 剛開放的時候 大家就是一直要出去嘛 一直要出去的時候 開始比... 然後他們就說 要開始了 然後因為旅展 會有幾十... 旅展也是撿便宜的好地方 會有幾十攤 可是他們已經鎖定了一攤 手刀搶購大福袋 轉手變賣好機會 只有限量 就30個那個福袋 我們都去搶一個人生的機會 好看... 很愛玩 很像喔 我覺得超級的 我們造型師要買 出價... 你出多少 我們要去拿到最高的地方 旅展也是撿便宜的好地方 會有幾十攤 可是他們已經鎖定了一攤 嗯... 就是他們就... 看看...看了一大堂 他們網路會先PO一些訊息 哪一攤 鎖定哪一攤 日本團 然後一團大概可以便宜到一萬多 就是雞加酒 可是它是很高級的團喔 雞加酒 雞加酒... 但是就是會比那個牌價 可能是你網路平常的價錢 再便宜一萬多 但是它就一個人限購兩組 好像也是要看身份證字號 或者是要把醋造秀出來 就是你不能說一個人去買個十 十份 不可以 所以我們那時候好像就出 我們就揪團 我們就出送了八個人 我們那時候真的有排隊 大概從外面排到進去 找到那個攤位坐下來 大概兩三個小時 但是我們就八個人很團結這樣子 然後就跟他談 然後就... 來...我們就買回去 就超開心 可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說 因為我們要... 然後才去的 然後我們這八個人就分了 就分兩組 一個買兩組可以組十六個人 然後那一組人呢 他們就很快就出去了 就是因為我們是... 時間是... 就是想要買近一點的 然後出去之後呢 等到我這團的時候呢 剩下四五個人 我就說 等一下... 因為這個時候這個人不行啦 那個人不行 最後...所以我的工作一直往後 一直往後延 然後等到我們可以出團的時候 我們沒有注意到 他那個是有時效的 喔... 就是他給你那麼便宜的價錢 在那個時間點 然後讓你這樣子買 就是要你... 因為他其實是要補那個... 本來的團 缺...缺的人 就是後來有人退團 或者是有人退費 所以他讓你用最便宜的價錢 可以補進那個團裡面 OK 所以超便宜 就到我的時候 那個團已經都沒了 那我們就一個人補了 大概... 六千五 他根本跟... 但是... 哇... 但是... 是我一個人補給大家 你跟他報那個價錢 對... 然後大家都在等我的時間 對... 然後搶到時候很開心 可是... 真的要去的時候 大概就多付了兩三萬塊 哇... 好帥喔 三萬多塊 但你還是有玩得開心嗎 因為他加上去的價錢還是... 就是跟平常差不多啦 他就沒便宜到 就沒有便宜到 對啊 浪費了原來那個時間 真的可惜耶 對啊 但就是有別的朋友賺到 只是他沒賺到而已 其他十幾個人 八二十六嘛 全面賺出去的十個 對 他們都賺到啦 而且是賺很大 我差很多 差很多 而且是... 那個... 那個行程是好的行程 不是那種 住很爛的那種 嗯... 難怪每次旅展都排隊排這麼多人 對 萬人空巷裡面 萬頭磚洞 沒有你知道 進去要找到那個攤就很難耶 因為每個攤都在那邊做活動啊 然後你都一直擠不過去 然後大家就瘋狂一樣 好像都不要錢 這個旅展不錯 嗯... 我從小時候都很喜歡 就是看到一些百貨公司啊 或是賣場 然後他們如果出一些那種過年 或是做年末的時候的那個福袋 的一些 對 那種福袋的時候 我都會很吸引 福袋真的是搶便宜的東西嗎 我覺得... 比例只有十分之一耶 其實搶便宜以外呢 我們都去 因為福袋都會... 裡面會有抽獎券 然後... 對 從我開始 我記得差不多高中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幻想著 我到十八歲的時候 我可以有一台自己的車 所以每次在看那個 百貨公司每年就有福袋的時候 他都要抽什麼 是啦 保時捷 馬桑拉蒂 什麼那一種的這樣 什麼休旅車什麼的 然後我都覺得 我們兩千塊買一個人生的機會 對 就是跟我... 所以我都會約我哥 因為就算不... 就算你沒有坐那個車 他那個兩千塊 你拿到底會超過兩千塊一點點 沒錯 然後... 對 通常 然後所以我就有一次呢 我就約我哥 然後就是一樣去百貨公司 就是去排隊 我還記得我們那時候是 要從晚上 就半夜就開始排 我們還帶那個小凳子喔 去坐這樣 兩個人就坐在那邊這樣 苦凳 然後就是為了要 排早上的那個福袋 就付個兩千塊 然後還... 就拿那個... 兩個人都各買了一個 然後就得那個抽獎券 就為了要抽那個跑車 後來當然跑車 就沒有這回事嘛 就沒有抽到 但是呢 那個福袋 其實也都是一些爛東西 他就是保鮮盒 保溫罐這樣 然後也... 或是什麼 用不到好東西 這樣子也是有兩千啦 只是你... 可是就以那時候來說 我根本就用不到啊 要出青的 對 你這六隻爛東西啊 那個時候我真的用不到 可能現在當媽了 可能保鮮盒不錯 就常常給他收菜啊 什麼的這樣 但是像前陣子喔 我就是覺得說 我已經對這一種啊 這種吸引喔 不會被他們再吸引到了 這種強便宜的事情這樣 結果前陣子 我有一個朋友 因為他就在那種 外國 算是有點精品的這種 登山品牌 他在裡面就工作這樣 內部的員工 那有一次一個飯局呢 朋友就在那邊聊聊聊的時候 我就聽到他在跟 旁邊的人嘻嘻嘻嘻 其實也沒有要想要 講給大家聽的意思 我就飄到旁邊去聽 然後就聽到他在說 他們內部的員工 年末的時候 他們要做一個清倉的拍賣 但這件事情 沒有對外說 所以就是只有 有員工們自己才知道 那我就飄到旁邊之後 我就聽到 就聽到關鍵字了 他說哪一天 幾月幾號的哪一個時間 然後要到哪裡哪裡 的一個倉庫去這樣 我後來我就跟他說 那我可以也去 搶一下這個便宜嗎 他說 OK啊 你如果要來的話 可是因為只有限量 就30個那個福袋這樣 我說 那這個福袋 他是有價值 聽我 關鍵字來了 福袋 任何顏色 只要他有XS 我一定會買 所以我如果他打折 我就會發瘋 如果我錯過他 對 不可以 他一定有一天 會派上游泳場 真的 我就跟我媽這樣講 你知道我今天來的時候 原本吊牌不想撿的 不是... 我阿姨還說 他是不是上輩子 沒穿過衣服啊 他問我媽這個耶 聽我 關鍵字來了 福袋 對 我說那這福袋 價值多少 我可以有得到什麼 他說他們就是 一個福袋 1萬 但是他這裡面的價值 會超過2萬塊 的這個市價這樣子 然後裡面就是那一個 高級的登山品牌 他的這些商品 都會在裡面這樣 我想說 好啊這樣聽起來很划算耶 我就真的就是那一天 可是你有沒有在登山 對啊 對 但是就是 你打開這個賣銀寶先頭 他就贏到1萬 可以得2萬以上 對 他就贏到2萬以上 主要是價值啦 因為這個數字很大 那你沒在登山 你在幹嘛 因為他其實也不是只有 登山的東西 他可能有一些很帥的那種 帽子啊 或者是衣服啊 那種帽梯啊 什麼這樣 GOTEX的外套 對 或運動很貴 我想說 應該這個福袋裡面 可能也會有其他這些東西這樣 我就去了 我還記得我那天 這樣大老遠的 跑到那個倉庫 還滿遠的這樣 到那邊之後 真的外面排了一票人 我其實當下有點緊張 因為排了很多人 他說限定30個而已 我就有一點點掉車尾了這樣 我就一直在邊排的時候 我一直在換 就是在祈禱說 一定要讓我排到 最後還好我進去的時候 剩下了幾個 你就趕快搶了一個 然後1萬塊 還要付現金 1萬塊就點出去這樣 然後我就趕快回家 很開心的回家 把那一整袋的福袋打開來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 抽那些東西出來看 我第一個抽出來的時候 是一件外套 超級爆大件 超級爆大件 不然我把那裡面的標 一拿出來看 它是 什麼 那那個我可以穿 就有一件很大件的那種 羽絨外套 對 然後超級大的 我穿起來就是整個人 就被包起來 很好看嗎 不好看 它沒有領子 就是有點像這樣的 它就餵不出去 對 很大 炸蟲 沒有的 就不帶 很危險 這樣子很長的那件外套 沒有領子的羽絨外套 炸蟲 我想說 很沒關係 對 沒領子 我想說好吧 那不然這一件我就 如果媽媽也比較高 也比較大隻 我想說那我就拿去 孝敬媽媽 沒關係 結果就抽出了兩件衣服 是襯衫 結果襯衫想說 欸 看起來好像應該還好 結果一看標 XS 我也不行 我是S的 XS我會變 就這樣子 太擠了 就被架著走的感覺 我就沒辦法 為什麼都不能換Size 他不是福袋 就給你了 不行啊 小不一耶 對 然後還很貴 欸 明明 最後 明明是那個 剛剛說登山品牌吧 我裡面 有西裝褲 一件男生的西裝褲 不知道在幹嘛 因為那品牌有一年出的西裝褲 太挫舟了 我後來 你賣得出去 後來 唯一一頂 我全部都送人了 我唯一 就只有留他 這還滿好看的 真的耶 但是戴起來有點滑稀 什麼是我喜歡的牌子耶 很好看啊 我一直沒有勇氣 戴出去耶 來 陳哥你戴 陳哥戴 這個一萬 這很好看耶 這樣子一萬塊 哈囉 你看毛摸起來 陳哥你真的要流浪漢耶 像金髮吧 不要 流水也不要 沒有要從草白箱下來啊 但是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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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開下來 草白山上你好愛 老草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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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上什麼東西 有沒有大家有沒有講 很適合你喔 很適合你喔 中你啦 有饅頭可以賣嗎 很像老榮民耶 很像 很好看啦 真的 其實應該是不能看 而且很濃耶 而且它這個Zip 對 很濃 它是可以放下來的 它可以放下來 放下來 這是什麼飛行帽 對... 飛行帽 然後有別的那個戴的方法 它好像就是吉特褲子 好可愛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飛行人 好好笑喔 這樣一個造型 入完影之後 大概應該就會長廢子 很滿吧 很滿吧 好有型的 滿耳朵的 其實很好看 其實可以 好啦就OK 而且它頭圍還可以調耶 對... 所以 它最後一頂也要送人了嗎 很適合成哥耶 一萬塊 他不要送你 我後來有發現 他市價三千多 他在飛行三千多 這很好看耶 但他還是六級啊 六年一年真的很流行 是喔 因為我花一萬 成哥帶過價值一萬二 成哥好看耶 成哥好看耶 成哥加持 對 女明星加持 他戴上也好看 怎樣 不同感覺 媽媽想買是不是 欸 很好看 很好看 欸 怎麼樣 我覺得招戴得很好看耶 我們造型師要買 出價... 你出多少 每一萬他不賣的啦 你出多少 一千五 一千五 這多一點... 好看... 對啊 很可愛的嗎 因為臉潮喔 耀心 其實你戴很好看耶 你好實上耶 你好實上耶 太可愛了 這個值得留 別送人啦 你別賣 很好看啦 你們認真嗎 真的 我覺得我戴起來也很好看 根本認真在害你 你戴起來也好看 好看 你怪怪的是你的腦子 不是這個帽子 好看 來 腦子更怪的 來 曉筠姐 沒有啦 我就是很愛買 很愛逛街 我只要逛街我就開心 所以我如果看他打折 我就會發瘋 而且我會買到很誇張 然後我只要去買 只要是XS 今天被我看到 我就覺得 這是我跟他命中的緣分 為什麼在這個時間 找到XS難嗎 其實蠻難的 而且真的 我都覺得 我能夠在此刻 這個時間點跟他相遇 是我跟他的緣分 一定要買 如果我錯過他 怎麼可以 他一定有一天 會派上用場 真的 我都跟我媽這樣講 一定的 一定 對 我就這麼想 所以任何顏色 只要他還有XS 我一定會買 而且我毫不猶豫 我是瘋狂欸 就是買 然後我更誇張 是我連同裝都不放過 你不覺得你這一點是不對的嗎 我後來什麼時候會覺得不對 你知道嗎 就是我要二手拍的時候 因為我最近很常二手拍 然後我全部都買那個流浪的 流浪狗的那些什麼飼料什麼 因為我真的走投無路 我 我總共有 兩個家 我媽媽一個家 我進內湖一個家 爆炸 沒有一個地方 沒有被我放衣服 很誇張 很猛喔 就是我把它全部塞在一起 然後給大家看 都全部塞在裡面 我根本不知道 裡面是什麼東西 他就是買 他只是買那個感覺 他拿在那邊快量 我有買 我不知道 那種感覺 對 我後車消息也是爆炸的 然後後座也不能坐 你說我每次 有人說要坐我的車 我不是不願意載你 我只有駕駛座跟副駕駛座 我只有 所以我根本沒有辦法載人啊 我真的沒辦法 然後我等到 我真的沒有地方放了 然後都 就這樣堆出來了 然後沒有地方走路 我就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清掉 我一定要做二手拍 二手拍把它賣掉 然後我那時候打折 可能買一千多塊 然後我做二手拍的時候 我覺得我這100 200 對 二手拍的這個數字 然後這樣流失掉了 對 然後我再拿出來以後 我想說他跟我的相遇 好像 我 我不知道我哪一年 才會用到 啊算了 清掉 所以千年很多都根本全新 全新啊 所以我近期又要做 他六七成都沒算 而且我剛剛那些都只是 冰山的一角 無法拍大浪欸 你看你會嚇死 而且現在過年了 然後打掃阿姨來 你這一定要去找到醫生看好 真的 這算兩種 它是病 真的耶 它是一種病 我也覺得是耶 之前出外景那個跑神明跑廟的啊 也是流汗流很重 我中途是有看到我賣內褲的 一件90塊 我就把它全部掃起來 走兩三步 它就跑起來變三角褲 再走上去 你怎麼可以哭啊 我不買很難過耶 當下覺得很厚 真的買那麼多幹嘛 然後這樣 就整個家都是衣服 到底在幹嘛 然後我阿姨還說 他是不是上輩子沒穿過衣服啊 他問我媽這個耶 你知道我今天來的時候 原本吊牌不想撿的 我從那帶翻出來的 我想說要過年 我穿點紅色的翻一翻 有進去我就把它湊起來 你猜一下 我原本沒有要剪的 我想讓你看我吊牌不撿 這童裝耶 而且我童裝也不一樣 好可愛喔 而且童裝如果還有我的尺寸 你能不買嗎 一定要買 一定要買 一定要買的喔 一定要買 這是開玩笑 開什麼玩笑一定要買 辛苦賺的錢 有多少都浪費在這上面了 我不想去想喔 這比起來一萬塊錢的服務袋 合理多了 對 你說我是不是 到底怎麼 而且你今天穿了 而且我還做公益耶 很棒 不是賣飼料這樣子 你菜式太小了 不然我就試一下挖手 你把你原本要去 買那個衣服的錢 只竟然去買飼料就好了 對啊 我去買更多你 還買更多 對啊 還買更多耶 也是啊 好啦我會 我會盡量就是再改 今天好荒謬一點 我的更荒謬的是 他服袋 不甘願還能送人 做自己的那個福氣 他還能賣人 也可以讓別人撿便宜 我的東西是沒人要 你買個沒人要的東西幹什麼 不是原本有人要 原本我也想要 後來沒人要 我跟你慢慢講 你知道我只要出國 出外景 七天的話 男生內褲會戴幾件 會戴 你有七件跑不掉 會戴那麼多 會戴那麼多 那如果十天呢 十天至少七八件啊 最少 對 那就會少戴一點 對不對 想說抓空檔去洗嘛 對不對 我就是出國七天我大概戴三件 八天大概戴四件 就是行李箱 我還可以放其他東西 這個狀況你不多戴一點 很不保險 我其實之前出外景 那個跑神明跑廟的啊 也是流汗流很重 然後我戴太多 其實我覺得 那個味道也全部擠在一起 我有換洗會比較好 我後來是 我出國有時候行程排太滿 我附近也找不到賣內褲的 我中途是有看到有賣內褲的 我就覺得很棒 內褲有一件九十塊 一件一百塊也是沒幾件的 我就把它全部掃起來 掃四五件 我在外景我就可以繼續穿嘛 你知道那個穿著穿著 有那種內褲是看起來合身 走兩三步 他就跑起來變三角褲 再走上去就把寶貝給夾住 你那什麼內褲啊 你那什麼內褲啊 再往前走十步 像橡皮筋這樣 我懂男生內褲 你夾面穿 我先講我們 我們那時候就歪外景 因為乃哥啊 講太清楚了 太清楚了 我已經講了 因為那個誰啊 他喜歡穿免洗褲 然後那時候我們喜歡那種 水上大作戰啊什麼 那種一上岸以後 他會發現 全部變空零 兩個腿各一圈 全都剩三條線 全都剩三個圈 就三個圈 其他步全部扔掉 怎麼會融掉 對啊 我買的那個也差不多 我那個布林西的 不是那個形狀你看很清楚喔 很害羞之外 你知道那個只要腿有流汗 就冰在那裡 整個濕在那裡 外褲也會慢慢被沾到 就是顏色會慢慢變 你知道裡面穿吊嘎 顏色會秤出來那種 我後來就不敢穿了 你知道我買幾件 我那幾件回來 就是放在衣櫥裡 我有學弟啊 我有朋友來我家 我總不可能送他 你是免洗褲啊 不是免洗褲 他是那種 四腳褲是那種透氣的 然後說free size 我穿上去 就越來越變三腳褲了 怎麼free size 就很奇妙 這個是我自己 他好認真喔 就是這樣 我家還有啊 還有四五件 我太太也很有趣 他是自己會去逛電商 只要看到便宜的 有適合我的 因為我上節目啊 有時候自己拍拍片 都要換不同的衣服 他幫我看到只要是150 或199以下的 顏色很鮮豔 通通幫我買 買一大堆 我穿過 兩三件之後 我丟到那個洗衣機裡面洗 變彩色 不只染色 他全部掉色 我裡面其他的衣服 我的新衣服 還有我的襪子內褲 全部都懶了 這裡一塊黃 那裡一塊懶 得不償失 這樣的衣服沒人要了嘛 對不對 我也不能穿了 最誇張的是 這我太太最後拿起來要曬的 她跟我說 她新買的洋裝 也毀了 也毀了 對 剛穿一次 很寶貝 終於穿了 她以後應該不會再幫你買 那麼便宜的 先買衣服回來 都要先下水 就是她買的 所以她又罵我 她又怪自己 又罵我 之後她都手洗 叫我以後都自己洗 喔 得不償失 這虧大了這個 虧很大 這虧大了 壞到其他的衣服 還有襯衫 對啊 便宜沒好貨喔 有好貨 可是不能瞎亂買 對 我們想要強調什麼 聰明購物 就是把錢花在刀口上 因為賺錢很不容易 很辛苦 總要我們每一分辛苦賺來的錢 都發揮她的最高價值吧 對 當然 好不好 希望大家呢 都有愉快的購物經驗 因為買東西的確 是一個非常爽的事情 但是一定要買到一個很有價值 讓她能夠 真的跟妳的生命產生連結 不要成為妳的過客 然後面對妳一屋子 不知道該怎麼樣消耗的東西 然後在想為什麼我會買它呢 啊 聰明購物 女王大人 下次見 See you